西罗多德说 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 这句话千真万确 尼罗河一年一度的红饭 带来了肥沃的淤泥和充沛的淡水 带走了沙漠中的岩茧 还给入海口的鱼群带去了丰富的饵料 古埃及的先民因此得以鱼目耕之 经历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 但几千年前的埃及先民 如何掌握红饭的规律 埃及地处北非 中年盘踞的附热带高压 让夜空晴朗透彻 平之连贯的地平线 很容易记录天体升落的时间 早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 埃及人就制定了一年365天的历法 这套历法给天狼星赋予了格外重要的意义 他昔日生的那一天被看作一年的开始 因为尼罗河将在这几天红饭 给大地带来一整年的劳作和收获 埃及人因此把天狼星 看作一个主宰丰饶的女神 叫她索普代特 天狼星在现代天文徐里 叫做大卷座α 是夜空中最耀眼的恒星 视星等达到负1.47 亮度接近第二名老人星的两倍 但距离地球远达8.6光年 对尼罗河水的引力 比胡夫金字塔还小 不可能给尼罗河的流量 带来任何影响 埃及人的信仰 完全建立在一种恒定的巧合上 为了理解这种巧合 我们首先要知道 纵恒星与太阳每天升起的 相对时间并不固定 如果以太阳升起的时间为基准 那么纵恒星每天都比前一天 升起的早一点 一年累加下来刚好早一天 这是因为夜空中任何一颗恒星 都与地球有数光年 乃至数百光年之远 与地球的任何距离迈化 都可以忽略不计 仿佛钉在天穷上 只有太阳会随着地球的公转 在天穷上自西向东 一年一圈缓慢移动 躲着地球自转 每过一年才回到原先的位置上 那么如果在某一天 一颗恒星恰好在日出前的曙光中升起 我们就把它叫做这颗恒星的斜日升 每颗恒星具体的斜日升时间 与纬度有关 对尼罗河三角洲来说 天狼星的斜日升 大约就在每年夏至前后 这对尼罗河流域来说 恰好是相当重要的一天 尼罗河由维多利亚湖流出的 白尼罗河和 埃塞俄比亚高原流出的 青尼罗河组成 其中埃塞俄比亚高原 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 都受干热的复热带高压控制 缺少降水 但随着夏至前后的太阳直射北回归线 湿热的赤道复合带就接管了这里 从天而降的暴雨 将高原上富含磷酸岩的表土 冲进了青尼罗河 这股黑色的红风虽然短暂 却给尼罗河下游带去了 全年90%的水量和96%的悬浮 这样一来 古埃及的先民就在敬畏中发现 每当消失许久的天狼星 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 一天之内如期泛滥 直到1902年阿斯旺大坝落成 尼罗河的乳汁才5000多年以来 第一次被切断了 本期内容节选自我今年的新书 如果你感兴趣 请关注后续消息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微信搜索混乱博物馆 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见